從黃世民有恃無恐 從江儀化的毫無作為 只能做食品大廠的門神 從這些部長 可以有恃無恐地告訴大家說 說我現在把這個事情做好 我現在將功贖罪 誰要負責 總統要負責 因為總統是他們的表率 因為總統是他們的共犯 因為總統幫他們撐腰 因為如果他們要下台 總統也做不了 因為總統要負最大的責任 因為從頭到尾 總統就是這個共犯結構的犯罪首腦 因為總統沒有 總統辜負了我們人民對他的期待 因為總統沒有擔起責任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總統 所以有這樣的院長 所以有這樣的部長 所以有這樣的總長 所以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總統如果不負責任 總統不下台 他們當然都不會下台 問一下會數 我們剛剛特別給大家看 東北角的風狗浪捲走八條人命 大家為什麼罵到什麼 沒有同理心的這個能學 對不對 因為他事前那個地方那麼危險 他只有兩個告示牌 結果大家在搜救的時候 風管處不見了 最後還講一個風涼話 說我只有道義責任 可是你看 他不是在被罵這麼慘 至少他今天調職了 他也道歉啊 現在人民就在問啊 那黃世民呢 那邱文達呢 甚至人家在問 為什麼碰到這麼大的事情 包括黑心產品的事情 一個監聽的事情 總統跟行政黨跑到哪裡去了 對我看到這個東北角的風狗浪捲走八條人命 特別心有七七煙 因為我做過新北市觀光旅遊局的局長 過去那邊的工作是我在管的 那麼我們訂定了說 你去釣魚要穿這個 好像是這個背心 救生衣要穿的防滑鞋 超過多少級的風浪以後呢 你就不得去釣魚 是我們任內 周錫瑋縣長跟我 我們共同努力訂出來的一個規定 那我們訂了這個規定 去跟中央交涉 中央說他不訂這個規定 所以非常好笑 你現在去查一查 這個規定是台北縣 規定有這樣子的一個 必須要做的事情 可是台北縣以外 屬於東北角跟這個北關處 他是不遵守這個規定的 所以如果當時 所有的這個海域 能夠照台北縣 就是現在新北市 這套標準的話 是可能不會發生 這樣的一個悲劇 我打得差 其實在上個會期 我在對交通部資訊的時候 我提到過這一點 我請交通部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新聞有過出來 我請交通部要趕快去 去對內政部 內政部跟交通部 要趕快去把它統一起來 要照著新北市的做法 你看那個時候多久了 好幾個月前了 上個會期 大概四個月前 他們開國市都不做 曾經要求過 結果都沒有做 我們做這個規定是民國97年 我當新北市 就是台北縣觀光旅遊局局長的時候 就訂的規定 然後我們就開始執行 可是呢 整個這個交通部啊 把台北縣 最漂亮的幾個海岸 通通化為風景特定區 由他們來管理 就一小塊是屬於台北縣 新北市自己管 那他們管呢 他們又變成說三不管 因為他們人很少 他們也沒有特別要去加強這一塊的心態 所以就發生今天這個問題 還好那個東北角的那個風管處處長 只是一個很小的小官 所以發生事情之後呢 馬上就把它給這個處理掉了 所以我覺得說 可是現在就是人民關係 現在人民會氣說 不是只有什麼道義責任 這行政責任 法律責任都要追 所以更進人部就 他被調子 那其他人的責任呢 所以就是把這個小官處理掉以後 那你以後呢 你以後怎麼去作為 怎麼去防範